巫统华林国会议员阿杜阿兹在去年509大选之后就辞去了朝圣基金局主席的职位 那同一个月反贪会在他的办公室还有住家就收到了大笔来历不明的现金 从那之后阿杜阿兹就一直往返警局还有反贪会去协助调查 而来到今天阿杜阿兹就因为涉嫌收贿跟洗黑钱被带上吉隆坡法庭面控 乌董华林国会议员兼前朝圣基金主席阿杜阿兹 以论涉及十二项总额超过一亿令吉的受贿和洗黑钱罪名 今天现身吉隆坡地方法庭面控 为随在后的还有他身穿蓝色衬衫的哥哥阿杜拉底夫 阿杜拉底夫以论涉嫌教唆阿杜阿杜索取总额400万令吉的用金 而面对两项缩死罪名 由于阿杜拉底夫及阿杜拉底夫都不认罪 法官批准两人分别以80万和50万令吉保外候审 另一边乡同样被官司缠身的前沙巴首长穆莎阿曼 今天则被高庭驳回他要索回护照到英国就医的申请 高庭认为穆莎阿曼患有高风险的心脏病不宜长途跋涉 更何况穆莎阿曼并没有非出国接受治疗不可的理由 所以高庭决定推翻地庭上个星期的裁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